历史长河之中,我们的先辈们将无数经验哲理,变成俗语,谚语通过口口相传保留了下来。 比如三岁看到老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连,再比如男人无毛贵如今,女人有毛混半阶都是告诫人们识人,交友的俗语。 可是,前两句俗语还比较好理解,那么第三句中的毛又指的是什么呢?放到如今而言,还有道理吗?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男人无毛贵如今,在古时候的封建社会之中,人们认为身体发肤,瘦之父母,所以这身上的毛发不能随意更改,人们应该保全自己的身体,这是孝道的开始,人身上有多种不同的毛发,作为五官之一的眉毛,可以修饰脸型,而头发打理,得当,则是仪容仪表的重要体现, 而老祖宗这里说的毛,则指的是体毛,如果一个男人的体毛稀疏,那则是富贵如今的象征。 这样以毛识人的方法,或许在现如今看来,有失偏僻,但是在古代,这与人们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古时候的农耕社会之中。 普通的农户,整日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劳作,这毛发经历风吹日晒之后,这体毛也会更加茂密,而富贵人家的公子哥,从小吃喝不愁,锦衣玉食,容易养出一身细皮嫩肉,这体毛自然也就少了。 在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之中,张飞作为蜀汉名将,其形象大多毛发旺盛,满脸的落腮胡子,这样一位常年在外征战,拥有这侠干一胆,能以一笛食的大将军,若是以白面书生的样貌世人,那多半也难以使读者和观众幸福,而在《红楼梦》中,贾宝玉作为备受疼爱的公子。 从小沉浸在温柔乡之中,自然身贵体白,毛发较少,男人无毛为何而贵? 在古代,人们往往以劳作重地为生,而天生体质较强的男性则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了耕田除地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往往男性身上的毛发十分茂密,且身上的汗毛较粗,而且生长速度较快。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参与劳作,有两种男性,他们就不会下地干活,第一种就是达官贵胄,黄亲国七家中的孩子。 他们一出生就有着良好的生活条件,衣食无忧,不用为了生计而考虑。 更不用参与劳作,整日里养尊处优,潇洒快活,更没有特别剧烈的运动量,所以他们汉线的发达程度远远不如那些整日劳作,运动量大的男性, 故此,他们身上的汗毛稀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另一种则是只带那些将参加科考,考取功名,视为终身大事的读书人。 这些人虽然家庭条件也算不上太好,但是他们每日都将自己沉溺在书海之中,只期待着通过科考,一举成为人上人,根本就无心劳作。 此外,他们的家人自然也会全力地支持他们,于是就将他们的任务分担了起来。 因而,他们的汉毛自然也如同那些公子,少爷那般稀少。 无论是王公贵宙家的公子,还是富家自帝的少爷,身份都是较为尊贵的。 就连那些苦读诗书之人,也有望通过科举来一飞冲天,获得显赫的身份。 故此,古人将他们这些无毛的男子都看成是尊贵之人,因此才有了男人五毛贵如今这句俗语。 女人有毛混半戒。 而对于女子来说,若是体毛旺盛,那多半常年在外打拼,懂得人情世故,性情豪放爽快。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混半戒,在古时候男尊女卑的社会之中,女子成婚之前大多带子归忠,而嫁为人妻之后,也常年大门不出,二门不卖,在家中打理事务。 若是整日在外抛头露面,那则有为富道,有损女子的名节。 古时候社会不稳定,战事连年不断,操劳农士也容易遇到天灾人祸,于是女子迫于生计,也需要扛起家中的大粮,外出谋活养活家中的老小。 但是人善被人欺,在社会上谋事太过天真善良,容易成为他人眼中的弱小,这钱财自然也难以获得。 于是,女子在多年之后就会养成处世圆华,对外彪悍的性格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古代,有不少寡妇经商的例子,当时的社会推崇是农工商,虽然商人的地位被不断轻视,但是处于家业的发展,有些寡妇突破思想的稚固,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相传在秦朝。 寡妇清家族从事单学事业,也就是炼丹沙,在他的打理下还组建了军队来保家卫国,之后,秦朝实现一统大业。 秦始皇还专门修筑了一个女怀青台来表彰这位女性的所作所为。 女人有毛,为何而混? 正常来讲,女性的汗毛应该是远远轻于男性的,可是事实上,有些女性的汗毛甚至比一些男性的汗毛更长,而这恰恰就与她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如果女性经常从事劳作,或者经常进行运动量较大的运动,就会造成汗线比较发达,因此毛发的生长速度就会很快, 从而造成了身上的汗毛比较重,而且比较粗黑。 古代的女子是不工作的,在家从父从兄,出嫁从夫,不管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都靠男人养。 古代女子只需要学些针线活和厨艺,便能相夫教子,粗活是不用干的。 如果有女子在家里干的活多,那她一定嫁得不太好,古代千金小姐在家里只用保养自己就行了,什么都有人伺候。 小门小户的女子虽活得没那么金贵,但也不至于包揽家里粗重的活。 养得金贵的女子大多是皮肤白净细腻,没有什么体毛,那些看起来体格健壮,行为粗犷的女人,多半都是操持家里家外的一把好手, 兼能扛手能提,跟男人一样能干。既然是这样粗糙的生活,那身上体毛重些,就情有可原了,那这些粗犷的女人。 凭的什么能混得半条街的人都认识她呢?因为古代的女子,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卖,没什么事是不出门的,即使出门了,也尽量保持自己的一态优雅,不过多与外人交往,自然认识她们的人就少。 粗犷的女人不同,生活要求她们必须出门劳作,必须与各种人打交道,且她们得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些体格健壮的女子通常嗓门大,说话多,跟谁都能落上几句,性格开朗,大方健谈。 这样的女人,街坊领居就没有不认识她的。 女人有毛混半街,这个混字用得也很是贴切。 在古代,能在街头混的,绝对不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或者夫人,小妾都不可能,只能是这种不拘小节,跟谁都能打上交道,混得熟的粗犷妇女。 女子嫁人后贯夫姓,大户人家的称某夫人,普通的妇女就只能称某家的,她大婶,某大嫂之类的街头称户了。 这样的称呼接地气,容易拉近人跟人的距离,也非常符合混半街的形象。 其实,娇生惯养的女子也并非体毛少,只是她们不大出门,先有人认识而已,能混半街的女人,想当然认为她们体毛多。 她们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为人豪爽,将家中大小事物处理得井井有条,故此,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当中,会成为附近乡邻的名人,所以才有了女子有毛混半街的俗语。 以德服人,实其品行。 其实这样的乙毛,实人乃是古人的生活经验所得,但是这社会之上,人心难测,最重要的应该是以真心交真心,结实具有德性的好友,这样才能不断地结交君子而远离小人。 千年前的儒家先师孔夫子,对于实人也深有自己的体会,他曾说,听其言而观其行。 与不熟悉的人结交,不仅要听他说了什么,更要观察他做了什么,夸夸其谈,只说不做之人,常常难以善终。 俗语中蕴含的智慧。 其实从毛发来推断一个人的俗语,不止只有这一句,比如嘴上无毛办事不劳,说的也是从一个人的毛发来推断一个人的办事能力,只不过这里指的是男性的胡子。 嘴上无毛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男性,他们因为社会阅历较少,在处理事物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才会被指责办事不劳,而另一种说的是女性。 众所周知,在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因此所学所会,掌握的能力较少,因此对于许多事情都不甚了解,所以才会被指责办事不牢靠。 当然,无论是男人无毛贵如今,女人有毛混半阶,还是嘴上无毛办事不劳,都是古人从毛发上对于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 这就不得不佩服古人归纳总结的本事,以及其能够将道理运用到俗语代代相传的智慧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之下,人们在人情往来的时候都会留有顾虑。 而更好的识人,能够帮人少一些反乱。 而古人以毛和识人的观念,乃是在古代的大环境下,人们的经验所得,现如今人们识人,还是应该多加考量,不止外表,还有言行,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看出本心。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